辣子鸡丁 哗啦哗啦哗啦 你说这不是又摇上了 我们打开看看啊 你看看这是什么 辣椒鸡 辣椒鸡 我们做个辣子鸡 辣子鸡 是吧 那咱们今天就做 辣子鸡丁 也不知道我们理解的对不对啊 就是点这道菜的这个我们的家人 关注一下今天的我们的视频 看看我们猜的这东西是不是你要做的 对干辣椒 青辣椒 葱姜蒜 料酒 白糖 生抽 老抽 盐 食油油 花椒 醋 今天我们是做辣子鸡丁 我把它的腿卸下来了 嗯 好吧 其实辣子鸡的版本可可多啊 我原来的一个朋友 她的妈妈她是成都人 成都人 对 然后呢她家里做过一碗这辣子鸡 那绝对是太好事了 是吧 他们家里自己做这个辣子鸡啊 第一剁那块越小越好 您说到这是重庆的 哥乐山辣子鸡 嗯 然后把这个去掉 这也是骨头 给它稍微斩一下 让它一会比较方便入味 对 一定要剁 不要去切 哥乐山啊什么重庆辣子鸡啊 嗯 这些都是炸的 咱们今天炒的是滑 滑油的 咱们先给它腌上 好 黄酒 盐 酱油一勺 少许的老抽 空气抓 给它腌上 然后给点蛋清 淀粉 可淀粉时候就不要拿手刨了 嗯 你知道为什么 刨碎了就 一封油 其实这油根本就进不了机里头 它就为了怕它粘连 豆瓣松 蒜片 这姜末一定要切细一点 老抽 生抽 糖 盐 带点醋 这醋准备到基本上就一勺醋 然后我们搁点香油 黄酒 再搁点水 再搁点水 搁完水之后就是这样的 碗芡倒完 我们切配料 在加的时候呢 去不去它无所谓 我们叠火 先炸一块椒油 慢慢升温 好 那今天呢 有咱们北京菜的辣子鸡丁 嗯 有山东菜的辣子鸡丁 有这个四川的辣子鸡丁 嗯 您说今天咱是哪一版的 咱应该是北京的 对吧 哈哈 太做辣菜了 好 我们这花椒就行了 接着这个 油温 嗯 花溜的菜 嗯 有三成油温 油温稍微动 嗯 然后你瞬间沉一下 嗯 再放去放 正好 3.5 一成油温有多少来的 30 对 这个咱们大家记住啊 咱们有时候多少分多啊 七成三七二百一十度 嗯 五成三百一百五十度 你看这个油温 就可以了 你看 动上了吧 哎 我们开始下鸡丁 听声音了吧 对 下一只不要动 哎 不要动 慢慢慢慢打散 打的时候 这时候打开就要迅速的打 否则一会就要粘上了 对 因为它有淀粉啊 对 因为咱们滑不是炸 嗯 如果要炸的话 油温就得非常高 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一下子要一块儿做油 留一点油 滴油 掰一掰 慢慢地炒 炒 炒出 让它辣的香味 然后这时候就行了 你看不见 嗯 大火 倒里头 出锅了 鸡 鸡 一货喽 发椒油 给 你看怎么着 灭火出锅了 说来说去 刚才说炒鸡丁 它给忘了 以为是四川辣 对 今天刚才半截它说的是 炒到北京的炒法 它自己弄炒 才明白过来 其实这个叫青椒炒鸡丁 青椒炒辣死鸡丁 我们过去有什么呀 有辣椒布炒的 你还记得辣椒 对辣椒布炒的 辣椒布炒的 咱们是用干辣椒炒的 好吧 你尝尝还有没有老北京的味道 对 我得先跟网友说 您点什么菜 您可一定写清楚了 对 到时候别理解错误 对对对 但是那一块错误以后 我们赶上再做 对 咱再做一碗别的垃圾丁 对 这个我们点这 这道垃圾丁的这个家人 你一定要在这道视频里面 给大家回复一下 你点得到的 是不是这道菜 对 咸鲜 鲜腔 肉红 焦绿 回口 小辣 小麻 这是那个 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味道 对 那个喜欢三叔的朋友 记得 给我们点赞 评论 想关注 好 谢谢大家 很高兴 我看下都好 是